電影飛鷹計畫裡面的一個經典橋段 成龍在所謂的風洞裡面 跟這個電影裡面的壞人 在做一個動作武打的一個戲 那到底風洞是什麼呢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能來測試一些飛行器具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我們會討論到這個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在最近 有一個所謂JF-12 這樣所謂的超級風洞曝光了 為什麼特別要談論它呢 因為它傳說中 這一個超級風洞要測試的這個飛行器 竟然速度超過音速9倍 也就是9馬赫 大家就要問說 做這麼快的飛行器 到底中國大陸你是想要幹什麼 因為以後從中國大陸到美國 兩個小時之內就到了 你要做這麼快的飛行器要幹嘛呢 我們當然就問夏偉哥 的確風洞這個東西 其實在航空的研發上來講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個風洞呢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飛機是在空中飛 你不管是飛機 或是你射出去的飛彈 或是各種所有你人造的那種飛行器 只要是飛行器就是的 對 因為它這個風洞就是它裡面 你如果通常是一個固定的一個管狀的物體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空氣的流場 那像一般而言 那個風洞會分那種所謂的次音速風洞 超音速風洞 還有現在這種最流行的超高音速風洞 超高音速 越來越快就對了 對 那次音速風洞通常就是在 那個二戰以前就已經有了 因為你要試驗各種飛機起降狀況 或甚至於你在做模擬的時候 像比如說飛機要投彈 對不對 你這個飛機投彈的時候 你要做個模型然後讓它那個飛彈這樣掉下去 然後看看掉下去的過程 會不會打到飛機自己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些都要在風洞裡面模擬 都要做測試才行 對 那但是後來等到進入超音速時代以後 你就發現飛機飛得很快 那超音速裡面的那個 飛機的狀況跟次音速 是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 在飛機在超音速飛行的時候 它基本上 第一個 你在穿過音速的時候會產生音爆嘛 音爆是它那個飛機 那個前面產生的不同的震波 在通過音速那一點的時候 通通集合在一起 那個時候會產生那個水氣 凝結 然後而且產生一個很大的一個 衝擊波 之後就好了 然後現在這種高超 那個超高音速是怎樣 因為我們知道 最近 美國它發射了一個東西 叫做X37 後來又發射了一個東西叫X37B 那個那個 這個飛機的速度 它基本上來講就是一種太空飛機 或大陸稱為空天飛機 這種飛機它的速度因為很高嘛 就像剛剛那個熊威講的 超音速九倍 從紐約到北京到東京 可能才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到了 原本你過去 那個做那個 大氣層內的飛機 那飛飛飛飛飛 可能要飛十幾個小時 對 十幾個小時 對 太空飛機 因為它的概念 就是當你這個飛機 發射上去以後對不對 它進入那種所謂的 就是空氣非常稀薄的 那個大氣層邊緣 或甚至比大氣層邊緣 更高的像電離層那種 然後它再飛過去 因為那個地方空氣才夠稀薄 然後對它飛機本身 不會產生那麼大的阻力 這樣能夠達到 快速的這個移動 但是在那種情況下 我們通常稱為那個叫 淨太空 或是那個 那個空間的那個飛行之中 它有很多的這個特性 是我們在地面上來講 必須要去了解跟知道跟模擬的 比如說 所以就要這樣模擬 對 所以它現在做出這個DF12這個 DF12這個超高音速風洞 很可怕 它的速度高達九倍音速 而且它這個風洞本身並不大 大概只有兩公尺多的一個管徑 也就是說它的那個東西要放在裡面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四音速風洞通常只要有一個巨大的抽氣扇 對啊 能夠形成一個空氣的流程 就像剛剛電影這樣子的騙動 對 就好了 這個不行 因為太快了是不是 對 像超音速風洞 它通常是用一個很大的除氣槽 把那個空氣一直加壓加壓加壓 而且加壓之後 然後去把它在瞬間釋放 然後產生那個超音速的氣流 但是這個超高音速 它是說是產用一種反向爆轟技術 反向爆轟來驅動 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個人猜測 它應該是可能使用火藥 爆炸的時候產生爆炸能 然後去推動 然後讓那個空氣急速的移動 對 因為你火要爆炸的時候 它的氣體會快速膨脹 同樣會壓迫到周邊的氣體 然後能夠快速的產生流動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大陸它是採用 反向爆轟驅動的方式 來做出這個超高音速的風洞 它為什麼 就是要研究這個飛機 在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起飛以後 在這整個大氣層邊緣移動的過程中 甚至於在重返大氣層 因為你重返大氣層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確定它的姿態等等之類 在那種高速下的移動 會不會產生飛機上的東西 可能被吹掉等等 像你看太空說 那個哥倫比亞太空說 在重返大氣層的時候 就因為飛機上破了一個小洞 太空說上破了一個小洞 導致有熱流進去 然後導致那個周邊的機械裝置 馬上就毀了 就毀了 所以說它必須要了解 它在那個飛機的外型設計上 能不能夠適合這種 九倍音速的飛行 那等到如果確定它可以適合以後 那未來它甚至還有可能要去 考慮到一些掛載等等之類的 所以它就是在用一個超高速 九倍音速的 不管是飛彈或者是飛行器 對 它今天做這個東西 基本上來講 就是它為做這種太空飛機的研發 跨出了第一步 中國大陸這麼忙 會不會搞得臨近的國家好緊張呢 特別是有這個一直以來 這種民族情節 還有國仇佳憾的日本人 搞不好呢